各位 官委員好 吳主委,辛苦了 主委,你沒有出席 你剛才說你偶爾出席一兩次,沒有永遠出席 你覺得這次你這樣有什麼出席 我想有關於這一次的那個 禮拜五晚上的這個新聞發佈 有關新聞發佈的這個內容 我想是政府的調 是政府定調對不對 你到現在還認為你是對的嗎 你願不願意堅持 你相不相信你當時所發佈新聞的這些內容 你相不相信你當時所說的 有關於這個新聞稿的內容 我們仍然是堅持說 句句堅持對不對 我支持你 而且我要請吳主委忍辱負重 你剛剛嚴重了 萬一變成新聞 跟吳釗燮主任委員 吳釗燮有倦情 那怎麼辦 你剛剛講有沒有表達你會審慎的來思考你的進退 你會審慎的去決定你什麼時候該走 你真的倦情想走啊 怎麼可以 我想委員講的對了 就是說我剛剛已經表達得非常清楚 就是說我個人知道說 你站在政府的角色嗎 我什麼時候應該走這件事情 我自己會做好 你想走 你已經在想你什麼時候應該走了嗎 我想一個政務官 動念了沒有 動念了沒有 目前是沒有啦 我想一個政務官 你沒有動念喔 你沒有動念喔 你沒有在思考你什麼時候該走啊 目前是沒有 我要這個答案 為什麼 主委 我們的處境何其嚴峻啊 這一次所有的局勢 為什麼阿彬要說那個話 我覺得那個是傷害管制之後的結果嘛 中國國民黨連戰 所代表的一股親中的勢力 在不該去中國的時候 百分之百配合中國 他們要搭建起一個國共定期合作的常態 想要介入兩岸關係的發展 這是何其嚴重的一種傷害 目中沒有政府 完全不跟政府報備 什麼事都不對 台灣人民負責就要去了 這個時候 美國跟我們的政府 強力介入的結果收拾殘局 變成說 要求中國連送等去 這個時候難免 陳水扁總統是受制於這個傷害管制的格局嘛 他不能說壞話嘛 他不能敗黑臉對不對 你來敗黑臉你願不願意 我當然更願意 但是在如果說對外發言的尺度上面 我們陸委會跟總統那邊說講的有出入的話 我想這個也不太好 如果全台灣只有一種聲音 那才更不好你知道嗎 總統象徵性的在全世界 他必須去塑造一種 我不是和平障礙 我不是麻煩製造者的象徵性的形象 可是事實上 現在正在發展的這條路線 是不是在走鋼索 危不危險 兩岸的情勢嚴不嚴峻 放出去的風箏 需不需要有一條線 你陸委會扮演這一條線 有什麼不對 有什麼不對 你願不願意扮黑臉 我想我們陸委會 你願不認為 你在禮拜五晚上開的會 府院黨要求你這樣定調 其實是故意要讓你扮黑臉的 我認為是故意要讓你扮黑臉的 你不必願 你要Enjoy這個角色 因為台灣跟中國的問題 處境就是這麼嚴峻 就是這麼困難 中國已經幾乎百分之百 要去取得兩岸關係發展的主導權了 你認為在這一次這一局 美中台誰是贏家 中國是贏家 美國和台灣是不是都是輸家 我認為美國和台灣在這一局都是輸家 在這種時候戲要演 因為你要傷害控制 戲要演你要傷害控制 所以阿扁總統有他的為難 可是真實嚴峻的處境 陸委會 你還是要清楚的讓台灣人民知道 你認為呢 對我想我們陸委會這邊 當然會把我們台灣的利益在哪裡 做非常清楚的表達 也讓社會大眾來了解 這是台灣的悲哀 我希望 而且我也在看 未來發展的這一局 要和平要付出什麼代價 現在大家都不談 就只有一個和平這兩個字 大家迷醉的不得了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民認為 兩岸關係緩和了 高興的不得了 可是和平要付出的是什麼代價 我同意剛剛林卓水委員說的 在這新聞公報的五條當中的第四條 跟第五條對台灣都是絕大的傷害 謝謝 好謝謝管委員 接著請謝心理委員